我是团长 这一节我们来讲开盘实战技巧 开盘价是众多投资者 深思熟虑一晚后的交易结果 如果没有重大的消息的影响 股票的开盘价往往于昨日收盘价支平 之所以有的开盘价高于或者低于昨日收盘价 代表了投资者对该股票的一致看多或看空 所形成的 但是情况往往有的时候 不一定是由于一些信息的影响 现实的交易中 主力经常利用自己的筹码优势 资金优势和集合竞价的交易规则 来操纵开盘价 进而达到其预期的目的 那么对于操纵操盘价 开盘价究竟有哪些方面 哪些类型 第一种就是高开 底部区间的高开 倒拔垂扬扬柳 底部高开往往反映的是 庄家为了达到快速吸筹的目的 利用高开低走 或者高开震荡的方式 快速震出厂内散户投资者 我们可以看这边 一个高开回落 迅速几天调整 最后股价我们看 创出新高 利用这种高位的高开回落 造成主力可能出货的假象 从而洗出散户投资 这是高开的一种洗盘手法 第二种是拉伸过程中的这种高开 在启动或者拉伸过程中 庄家为了达到快速拉伸的目的 往往采用高开高走的方式 迅速脱离成本区 吸引眼球 吸引跟风盘 并提高散户的时长成本 我们可以看这一段的主声浪 每一天都有跳空的缺口 跳空高开的缺口 代表了这个股价的强势 这是主声浪阶段的这种高开 第三种呢 就是高位区间的高开 股价呢 到了暮年特征 连续的大阳线 跳空吸收 吸引眼球 我们可以看这边 连续的大阳线 最后呢 在这高位区域 出现了一个高开 然后回落 那么股价呢 经历过一波大涨呢 表面上呢 给散户 以仍然有暴力可图的假象 那实际上 庄家呢 是为了出货 而拉高 以达到呢 比较大的空间 同时呢 吸引接货盘的这个涌路 这个是指股价在高位的 这种高开 然后回落 形成长上影线 这种呢 是典型的见顶特征 我们一定要区分清楚 第三个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低开 底部呢 每根阳线都比昨天收盘价低 吸筹低成本进货 红三斌呢 形态呢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可以看底部区间低开 低开呢 往往反映的是 庄家呢 通过低开高走 或者低开低走的方式 在底部区间呢 吸取人家的筹码 我们可以看这边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 每天都是低开的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三天 四天 五天 六天 连续七个小时 天天低开 天天都是低开高走 低开高走 代表着主力呢 这种 建仓的方法 在底部呢 吸取人家的筹码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 股价一路上延 这是底部区间的低开 那我们再看一下 拉伸过程中的低开 拉伸过程中的低开呢 往往意味着呢 庄家通过低开再拉伸 或者低开向下 震荡的方式 进行强势洗盘 以洗出获利盘 减轻再次拉伸的抛压 拉伸过程中低开 是机会准确度很高 基本上都会继续拉伸 但是拉伸中的高开呢 更有力 我们可以看这边 第一天涨停 第二天低开 继续涨停 第三天又是低开涨停 我们看这边 又涨停 这是它的分时 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这种 收购涨停板 第二天呢 低开之后呢 并没有跌破分时 对吧 阻力在这个位置呢 继续的 进行建仓 洗筹 最后呢 迅速拉伸 当它突破水面这一刻 其实就是买点 所以这是拉伸过程中的低开 第三呢 高位区间的低开 那就是出货了 对吧 你在高位区间 低开之后呢 往往意味着 庄家呢 在进行最后的疯狂出货 对吧 连续的 我们可以看到 阻力呢 都无心恋战 都不想去拉高了 直接的低开出货 那么我们直接规避就好 以上呢 是开盘的 实战技巧 下一节呢 我们